近Apple和Google之后 微软也计划推出虚拟SIM卡 不过只限于Win10和网路电话 先前Apple SIM推出之后不被电商看好 尽管目前虚拟SIM卡都还在局限的阶段 但仍有不少的科技业看好网路未来发展而相继投入 现在即便出差到世界各地 也不用急忙换当地的实体SIM卡 透过App或是特定软体 就能让自己的手机随时都能打到其他国家 这样的方式被称为虚拟SIM卡 虚拟SIM卡2011年推动 最早出现在2014年凭我推出的Apple Air 2 内建了一张Apple SIM 不用换SIM卡 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商 包括AT&T、Sprint、T-Mobile等横跨90国 在当时这个创新想法 没有获得太多营运商的支持 导致Apple SIM的推广进展缓慢 他讲说只能用某一家SIM卡 某一家电信公司SIM卡 我想另外的两家电信公司绝对抗议 所以Apple SIM一直在全世界没有办法大量的推广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全世界电信营运商的排挤 今晚虚拟SIM卡的出现没有获得太多支持 2015年4月搜寻龙头Google 宣布在美国市场推出无线通讯服务 Project Free 结合Sprint、T-Mobile等通讯服务 只限定Nest6智慧型手机 微软在今年初宣布 计划推出用于Windows 10的虚拟SIM卡 台湾跨境行动上网公司 也喊出全球卧一口号 推出虚拟跨网分享器M1 不限手机型号45国都能使用 首播主打饭店和旅游业 光是在台湾的营业额 应该可以创造10亿以上的营业额 假设加上日本或者美国的市场营业额 我们今年可以破百亿 虚拟SIM卡 科技龙头西手电商 横跨多国提供服务 目前都处于局限阶段 实体SIM卡是否将被取代 或许从网络世界的发展推算 就可以看到答案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模拟金金 台湾台北报导